喜欢说假话,传播人是非的人,人生下一站,极有可能是到地狱去,饱受铜水的灌浆,和拔舌让牛离枝。 就算业障亲近后,也都会到畜生到头生,做吃消取落鸟,只要人们听到它的叫声,无不害怕,多咒症鸟早死。 喜欢饮酒,常常喝醉的人,就会有三十六种过失,是哪三十六种过失呢? 第一种是醉酒的人神识昏迷,儿子不知道敬重父母,父母不爱护儿女,下级不知道尊重上级,上级不懂得体谅下级。 整个人际关系全部乱套,这是其一。 其二,言语不能够谨慎思维,脱口而出,心底秘密全部泄露出来。 其三,醉酒之后,心底本有的一切习气全部彰显出来, 便会胡说八道,大方厥语。 其四,心底里藏有他人的隐私,便会趁机全部揭露出来。 其五,酒醉之后,毫无顾忌,指天骂地,随地消遍。 其六,酒醉之后,不遍路径,东倒西歪,随地而握,身上财物不翼而飞。 其七,酒醉之后,连路都无法支走。 其八,醉酒之人走路没有安全感,一不小心,就会跌倒沟渠,摔伤自己。 其九,走起路来,像个失去控制的瘸子,很容易磕碰破下。 第十,酒醉之后,常常会把一些不该买的东西,一时冲动买下来。 也会把一些不该卖的东西去卖掉,酒醉之后,就会后悔不跌。 十一,常常醉酒的人,身体受到严重摧残,根本上就没有办法工作挣钱。 十二,家中资财也会越来越少。 十三,酒醉之人,根本就不会顾忌,家中妻视儿女的饥寒交迫。 十四,酒醉的人,说话毫无顾忌。 做起事儿来,根本上就不会在乎国家法律。 十五,酒醉之人,道德观念暂时缺乏,当众宽衣解怠,毫无廉耻。 十六,醉人迷茫,走到别人的家中,把别人的妻子当作是自己的,牵手亲密,大出臭状。 十七,晃晃悠悠走在路上,见到人都不顺眼,就想打架。 十八,醉人,猴猴叫叫,惊扰自灵,招来大众谴责。 十九,醉人神智不惊,会被邪魔加持,乱打乱杀,会无故杀害很多动物。 二十,醉人回到家中,很多事情看不顺眼,喜欢乱杂乱扔。 二十一,醉人回家,会被家人责骂。 二十二,醉人会在此时,结交不负责任的狐朋狗友。 二十三,醉人会有意识的,远离贤人和善人。 二十四,醉人卧倒在床,很容易招惹疾病。 醉人,睡醒后,身体会很不舒服。 二十五,醉人在排山倒海呕吐之时,家人很是憎恨。 二十六,醉人会在街头四处游荡,招惹是非。 就算是苦狼在前,也不知道躲避。 二十七,醉人不知道尊重出家人,还会取笑谩骂出家人。 二十八,醉人迎新发动,就会找妓女谢欲,根本上就不顾及羞耻。 二十九,醉人如同神智狂躁的非正常人,人见人躲。 三十,醉人神识昏迷,就像一个木头人,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。 三十一,醉人很容易酒精中毒,导致身体邪病丛生。 三十二,一切善神都远离,一切邪魔恶鬼都心后附身。 三十三,一切善之事都会离他远远的。 三十四,酒醉忘形会被官吏责罚。 三十五,死后当入泰山地狱,那融化铜水,从口中灌浆下去,整个身体全部被烧毁,如是求生不得,求死不能超过一万岁。 三十六,地狱日满,就算来到人间,也是鱼吃糊糊之辈,纯获已各。